好 農曆新年即將要到了 很多人要先賺飽錢來過一個好年 所以開始有越來越多人 來替自己賺一波紅包了 估計只有900萬的勞工 他們想要額外來賺外塊 這是YES123求職網的調查 發現到有98.4%的勞工 他們在春節的時候還是想要兼差 沒有完全要休息的意思 那麼主要說這換算有大約900萬人 也創下了15年來的新高 其中有55.1%也就是超過一半的人 透露已經開始尋找機會了 現在這些機會有哪些呢 比方說像是斷期打工的 大賣場銷售員或是景點服務人員 因為到時候過年很多人放假 可能這些地方都會比較多人 還有就是年貨大街的銷售等等的 另外也有一些人他們是外包接案 或者是經營網拍以及擺地攤 那主要大家想要兼職 還是因為現在通膨的壓力真的非常大 所以在生活上 大家也希望說可以賺更多錢一些 在消費者的物價上漲率來看 我們看到110年的下半年是2% 那麼現在到3月份已經來到3%了 這通膨的壓力是相當大的 所以在考量這物價因素之後 這個110年前 11月的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是41345元 年減了0.1% 等於是連續兩年都落入了負成長 也提供給您這樣的資訊 想要更輕鬆一些 來看到這個娛樂大小事 就可以掃描我左手邊的這個QR Code 讓您娛樂事務不受節